今天要做的是超簡單的烤餅乾 食材如影片所示,比例我會放在說明欄 首先先將奶油切成小塊 然後要想辦法把奶油和糖完全混合 在這個混合的過程大家要有一點點耐心 因為這會花一些些的時間 真是一碗的嗎? 這很失敗 先把奶油切成小塊 煮到鑊子 鑊子 大約煮到壓力 薄荷 趾薄荷 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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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混合好之后 我们要分次 把蛋液加入奶油中 在加的过程中 不要一下子加太多 让奶油不容易吸收 这个蛋液 可以分三到五次 把这个蛋 慢慢的加进这个奶油里面来 整个拌匀之后 接着我们才加入低筋的面粉 面粉倒进去之后 把面粉跟奶油 慢慢的把它拌匀 面粉倒进去之后 把面粉跟奶油 慢慢的把它拌匀 拌匀 拌匀之后 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坚果 影片这边 我选择的是用杏仁 搅拌均匀之后 我会拿另外一个干净的容器 在容器底部 撒上适量的面粉 把奶油面团放进去碗里面 盖上保鲜膜 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 30分钟 让这个面团稍微硬一点点 接着将面粉团拿出来整形 把它捏成长条状 那我在捏的过程中 也另外又加入了一些杏仁 因为我想要让这个饼干有更多的坚果 将面粉团整成长条形状之后 再用保鲜膜把这个面团包好 放在冷冻库约2小时 接着再将冷冻过后的面粉团切片 每一片都大概1公分左右的厚度 记得烤箱要事先预热 将切好的饼干放到烤箱里面去烤 两面都烤熟之后就完成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